这个干尖你改刀怎么改的 这个干尖呢 它因为它这个 你看这一块是前面 对啊前面干尖 前一样 这个 比好切的时候呢 就这种形状 就是 切的不要太薄 嗯 太薄了之后呢 它这个 你活活掌握不好 对 超老了 嗯 因为这个猪肝超老了呢 这个尤其这个溜干尖 超老了就不好吃了 溜干尖没错 嗯 就得了一个木头的感觉 就是粗糙嘛 对 嗯 切厚了呢 你活活掌握不好 你可能就往也翻血水 嗯 对对对 它口感很好 但是对身体不好 就是四个字 要保湿鲜嫩不老 嗯 而且这个猪肝呢 你要在家里做这个炒猪肝 嗯 一定要用新鲜的猪肝 新鲜 对 选一块新鲜的猪肝 冻的猪肝呢 你无论你的这个 技法多么好 它都炒不出 肯定炒不出那个味儿了 做完之后现做现吃 各过了一顿之好不好 对 因为它这个猪肝里面有一些胆汁 在里面 这些胆汁呢 很容易把咱们的猪肝给它氧化 对 对你反复一动一解冻以后啊 口感就会差 就不行 就会发苦 我不舒服 颜色也发黑 颜色也会可以 就是胆脂 没错 就有浸润了 嗯 那大厨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来切 好吧 大厨 好 按着它 然后直接来削下去 对 哎 厚一点片 稍微厚一点的片 嗯 其实这个肝腱的位置之所以就是说 取这一块部位 就是因为肝腱是最嫩的了 对 比较嫩 因为再往后一块呢 它就认为缺取那个筋 有那个 这个像是气泡管 对对一些这个就我们叫舒胆管 舒胆管 就是舒胆管 那那一些东西呢 那就要你就地心里把它剃掉 你得剃 要你剃除 太麻烦 不然你要放在上面来 吃起来你会影响这个口感 嗯 你看 我觉得刚才啊 大厨说这个肝腱的时候呢 其实好像是真的在教大家一个传统菜 这个还真是以前的老厨师啊 呃 传了几代然后传下来的一个精品 对 这个以前像我们这个岁数呢 嗯 一般都是 这是老师傅教给我们的 手把手的教 基本功 嗯 嗯 就是当年的必修课 对必修课 就像那个剃血管 嗯 哦 剃血管 然后都得会剃 嗯 明白 就是医学的必修课是 对我们解剖课 嗯 是必修课 对 但是现在的年轻的厨师呢 他已经不够这个菜了 不太喜欢这种菜了 哦 因为他这个菜呢 对下来做起来比较麻烦 对 是 而且现在对 嗯 现在大家吃干的少了 是非常的这个好吃 好吃 特别好吃 尤其我还爱吃它里面那个洋葱 有时候加那个辣椒 对 那个青椒之类的 那个味道 老师傅菜里面 是 而且你一定要去一个好的饭店 好的厨师做出来溜干尖才会比较好 没错没错 啊 这边大厨呢 给那个姜片啊 加了非常多的姜 要开始提前腌一腌它 嗯 加的料酒 是很足的 嗯 肝毕竟还是有点腥 所以可能 我们放的这个姜呢 就会非常大 对 没错 好 给这个酱油呢 就放在里面 这样子来回抓一抓它 嗯 大厨 加淀粉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厨 下一步要滑油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滑油之前别的肉类 会加蛋清 然后再加淀粉 咱们这个就只加淀粉就行 加淀粉 因为这个蛋清呢 它是保不住它 哦 它太滑了 太滑了 太滑了 就用点淀粉 它没有那个 没有能吸住那个蛋清的那个面 都是滑润的 对 这边大厨呢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 它各选择一颗 对 一部分是紫的 一部分是黄的 黄皮的 大厨把芯去掉了 为什么 对 对 这个芯 因为要炒这个劲不好 哦 我们这个是为了配形状 你看切的也是肝脏的形状 看肝尖的那种三角形 就是你做烹饪 如果说这个菜真的是大厨做出来的 它会从色香味一样 对 五个方面都去考虑 咱们呢就会把它 哎呀 因为这个要做到物件情绪 这个芯呢 嗯 它就如果你要生吃蘸酱的话呢 它比较满要好吃 要好吃 因为它它比较甜 它比较甜 对 而且辣味也轻 要炒菜的话呢 它这个水分就比较大 对 它容易这个出水 出水之后就 就跟这个 跟这个 对 跟这个成熟度不一样 对 紫皮儿还有黄皮儿都来一点 大厨这边热好锅了 嗯 炒干尖即是红 嗯 先滑下油 好嘞 来点油下去 滑油 好 滑油呢 我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是半煎炸的状态滑它 对 你看 滑油都是把葱姜取出来之后 那对油温的要求有没有 比如说滑油是不是 这个滑油呢 一般就在四五成的油温 四五成左右的油温 嗯 一定不要太热 嗯 也不要太低太低呢 容易脱浆 四五成左右 这个油温太高呢 它就跟炸一样 它就起不到那种 嗯 就外面滑了那种 嗯 那种口感了 我成热了 这时候就把干尖放上去 开始准备走一个油 这样呢 保证我们那个干尖里面是嫩嫩的口感 对 这时候要把它给拌一拌匀 拌匀 为什么要拌匀呢 大厨 这个刚才 因为你刚才腌的时候呢 它会一些姜会沉下去 我知道 它那个感觉就是粘质 把它给拌下去 明白 好 这时候就把它放下去 滑个油 好 滑油的时候很快的搅动它 对 把它不要让它粘连在一起 不要粘连 好 滑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呢 大厨 这个变色 变到什么颜色 就是以前干那个 现在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这个酸盐 变棕色 好 赶快把油倒出来 跟你讲啊 炒干尖 溜干尖是个技术火 一定要快 然后要小心 你要是吃了三秒钟 不好意思 你想吃的完美干尖 不在 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这边呢 我们另起一个炉灶 把油呢 给它倒上 这时候的油不用太多了 不用太多了 非常少一点油 一点点 挺好的 因为我估计 那个干里面 已经非常油润了 嗯 给点姜片 好 洋葱要大把的放进去了 这时候火呢要越急越好 越急越好 急火快炒 嗯 这就属于急火快炒菜了 这时候火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大厨 因为这个洋葱呢 这个你火慢的情况下 它会往下透水 嗯 后来之后你炒不香它 反而这个水 这个原葱就软了 嗯 这样你这样急火的话 你能把它就炒香了 而且这个 这个原葱呢 还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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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酥又脆 对对对 好 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葱啊 急火给它炒到发脆的感觉 嗯 先配一点料酒 配点料酒 炒到什么程度 我们再把干尖放进去大厨 这个 因为这个干尖已经被进行滑到了 这个七八成续多了 七八成了 这个 把味道调好了之后 一倒就可以了 一倒就可以了 来点蚝油 放一点点 再来一点点酱油 好 好 一点点 一点点 嗯 料都非常的少 没错 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 好嘞 这样翻一翻 你看到那个汁啊 这是最好的木耳 来点木耳 配上菜 也可以放点青椒 这时候我们就把汁调好了 直接把干尖放进去 然后火调大的 然后我们开始来这样子 直接翻炒 好 这道菜 让我们真的好像回到了三十年啊 在一些菜馆中能够看到特色菜 这一天好像在很多酒店都没有 就没有这道菜了 这时候呢 再加点香油 香油的目的是这个 盖一下这个干的这个腥味 现在这个干 这边味道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香味呢 再补充一下 不那么浓郁 好嘞 什么程度咱都可以出锅呢 大厨 这个搅拌均匀了 搅拌均匀就行 搅拌均匀就可以 你知道这天滑油的时候 已经七八成熟了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这时候的干是没熟的状态 太帅了 热气腾腾的 其实你知道干煎看着简单 但火候掌握好 才会出来好味道 火候您记下来了 味道好不好呢 我们现在告诉您 来 嫩嫩的 没有异味 而且你知道它嫩到那种感觉 就咬起来的时候呢 它一点的吃不出来 记住我们有的时候 过火那种干的一点粗糙口感 一点都没有 咬起来是鲜鲜嫩嫩的 而且是咸鲜口 对 是吧 好吃老味道 今天谢谢我们的饼大厨来 带来这么功夫的菜 而且呢也刚才告诉我们说 洋葱那么多吃法 我们谢谢饼大厨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我们的顾老师一番信心的讲解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谢谢